威姆斯呢是再做出争议决定 这次呢不仅呢姚明是不能轻饶 杜丰呢或呢最先做出出发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点体育 九点体育呢咱们聊九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好了我们扬声传 北京时间的2022年的1月20日呢 大家都知道 韩德军呢如今呢是已经住院五天了 根据呢现在传来的消息呢 韩德军呢已经是鼻鼓鼓折 正在呢接受手术治疗 而且呢病情是很严重 据说呢眼睛充血呢 是已经四天了 就算是呢病情恢复呢 也会呢影响到视力 因此呢韩德军呢留下的后遗症呢 对自己的篮球生涯呢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根据重量级媒体的点评批评呢 威姆斯胡明轩曾凡日呢是被痛批 很有可能呢面临姚明呢 迟到的重罚 大家呢也是指责姚明呢 每次呢只要重量级媒体呢 不点名 姚明呢都是选择放我 特别是呢胡明轩签约阿迪的事情呢 姚明呢是忍了半个月都没有处罚 最后呢杜峰呢只能进行对内的纪律处罚 而胡明轩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 虽说呢是MVP但是呢他的人气呢不及乖伦的十分之一 也是呢历史上人气最差的MVP 而且呢胡明轩呢一向呢都是高冷 遇到事情之后呢就选择避而不谈 这种行为呢都是引起呢观众的反感 如今爆料呢威姆斯呢官方呢已经确认了离开了长春赛区 至于第二阶段呢结束之后威姆斯是否会回到美国呢 是没有透露任何 但是以我的观点呢威姆斯呢很有可能呢会离开中国 与家人团聚 然而呢就威姆斯所处的状态来看呢 下个赛季呢他会呢很艰难的继续留在广东队 因此呢对于一个专业的球员来说呢 趁早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呢最准备呢也是合理的事情 而如今回到东莞之后呢大家还发现了 还以为呢威姆斯呢是回到东莞呢进行训练 结果呢大家却发现 威姆斯的社交媒体呢是经常呢晒出了自己吃喝玩乐的图片 根本呢就没有训练 我们可以看到呢威姆斯呢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呢消遣一番 而且呢据说威姆斯呢每天呢都会去他经常吃饭的饭店 而且我们从社交的媒体吃剩的盘子可以看出呢 每一次呢都是高热量的食物炸鸡 很显然呢威姆斯的心态呢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他在社交媒体呢更是发了很多不同颜色的心 估计呢是心情不好 而作为广东男人的主将来杜芳来说呢 这次呢却很伤心 不仅呢缺席比赛 而且呢还出去吃喝玩乐 最后受伤的呢其实呢还是广东男人 而如今威姆斯呢不排除呢与广东男人呢是撕破了脸皮 因为呢这次事件呢广东男人呢是没有一个人帮威姆斯呢说话 各CBA联盟呢仅有富兰克林和林书豪帮威姆斯呢是说了一句公道话 而现在威姆斯与韩德军的矛盾呢已经上升到了与广东男男的矛盾 看来呢这个赛季呢广东男男是更难了 可能呢杜芳呢首先呢就要进行呢队内的处罚 威姆斯呢擅自离队吃喝玩乐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欢迎呢在评论区下留言